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接着上次的礼记往下讲 我们看本文 曾子问曰 既如之何,则不行屡愁之事已 这个曾子问孔子说 祭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行屡愁这样的事情 那么屡愁是什么呢 屡愁就是祭祀完毕之后 主人向来宾敬酒 那这个时候来宾就举杯 喝了这杯酒 喝了这杯酒之后 如果来宾之间彼此又互相敬酒 或来宾又找主人来回相互敬酒 这个情况叫旅愁 愁就是打谢,打礼 这个旅呢就是多啦 很多人一起互相打礼 叫做旅愁 那么一般的喜庆 这个比如说结婚典礼 举行典礼之后 当然大家互相敬酒啦 或者是乡里面呢 举行什么乡射礼啊 大家比赛射箭比完之后 大家很开心很高兴 然后相互敬酒 大家当然互相敬酒啦 祭祀呢 有祭天祭地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祭祀完也是互相敬酒 那什么情况下呢 祭祀完不互相敬酒呢 孔子曰 文之小祥者主人炼祭而不屡 孔子就说 说我听过啊 这个小祥祭啊 祭完之后 主人呢就是炼祭 但是呢不屡仇的 这个屡就是屡仇 那小祥是什么呢 就是父母过世之后啊 周年祭 这个周年祭呢 这个呃 上市啊 慢慢转集了嘛 因为 呃 父母上市守三连 其实头尾是两连啦 第25个月就算是三连了 那他是由一个上市 然后慢慢转集 慢慢转于平常的过程 到周年祭对联 呃就叫做小祥 慢慢慢慢转集的意思 那这个小祥祭的时候呢 主人是炼祭 炼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生的丝 把它煮软 煮熟就是煮软了 然后他颜色会趋于这个洁白 一般父母刚过世穿的呢 叫做展炊 展炊就是麻 麻布最粗的 直接斩断 连边都来不及缝 都不缝的 叫做展炊 到对联的时候呢 他这个就不是这么硬的麻 是煮熟的 然后丝也比较细的 然后也比较洁白 就不是麻的那个 有点褐色那个颜色了 那主人呢 就穿着这个练服 然后举行对联祭 小祥祭 之后呢 举杯敬来宾 大家来关心的来宾 回敬他们 感谢他们 然后杯子放下之后呢 来宾就不能再继续再敬酒了 也不回敬主了 然后来宾之间呢 也不互相敬酒 就喝一杯而已啦 电筹于宾 宾服举 礼业呀 这个电筹于宾 这个垫啊 垫筹的垫 不是寄垫的垫 这个筹呢 是放下的意思 垫筹就是 这个礼已经成了 已经举杯 敬大家已经成了 这个礼已经结束了 不再举杯 叫做垫筹啦 就是主人敬宾 宾呢 喝一下酒 主人如果再敬宾 宾也不能再举酒杯了 就放着 叫做垫筹于宾 宾服举 这个宾客喝一口之后呢 酒杯放着 就不能够再回敬主人 或者是像宾客之间 互相敬酒 互相敬酒 就变愁作了 那个感觉呀 就是像喜事 不像伤事 礼也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中 因为刚好是一周年 内心对于这个王者 还有很多的追思嘛 自自然然 跟很欢愉 很快乐 是不一样的啦 所以不能够用那个 很吉利的 很喜庆的那种 喝酒的方式啊 只能够浅浅的品尝 习者 鲁钊公 恋而举仇行旅 非礼也 说过去啊 这个鲁钊公啊 恋而举仇行旅 恋就是 小祥祭 小祥祭因为穿恋服 所以叫做恋 那么他举杯一饮之后呢 就开始互相捋仇啊 主兵不断的劝酒 主也跟兵劝酒 兵也跟兵劝酒 说弄得像开心的事情了 这个非礼也 孝公大祥 电筹伏举 亦非礼也 而这个孝公 孝公是如影公的主妇啦 大祥是什么呢 这个父母过世 把那两年 把那两年就是要除福啦 要除福叫做大祥 就是说他已经转为 平常的吉士了 不能够再把它看成凶事了 电筹伏举 那么大祥祭的时候呢 主人呢 敬酒 然后来宾呢 就拿起来喝 对不对 然后主人又敬来宾 来宾却不拿起来喝 就是把杯子还放着 还不举起来 这个时候已经转为吉士了 那来宾却不应 各位这个来宾却不应 非礼 为什么叫非礼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婚礼好了 婚礼主人举杯敬来宾 来宾呢 又可以举杯敬来宾呢 又可以跟来宾之间相互敬酒 就是很乐弱 这个才是符合吉利的事情的一种气氛 到小祥的时候可以举杯 慢慢转集了 所以可以举杯喝一点酒 但是不能够互相应酬 到大祥已经两周年了 要除福了 所以就可以慢慢开始互相敬酒 所以你不当互相敬酒 去敬酒也不对 你当敬酒不去敬酒也不对 那你说这个规矩真麻烦 各位这个不是凡文鲁节的规矩麻烦的问题 这个是气氛的问题 各位你要去揣摩这个气氛 比如说今天人家家里有伤事 我们去给人家连个香 连个香结果我们就倒一杯酒 就进来进去 在临堂前进来进去 各位这像话吗 这不像话 我们知道这个不像话 那换个话说 如果人家举行的是婚礼 这么样喜庆洋洋 他们在那边互相举起饮料 在那边走来走去在那边敬酒 你偏偏一个人在那边很树木的脸 这合理吗 这也不合理 各位你这样想就知道 这个是存乎人性的自然 礼记所记录下来的 是源自于人性的自然 而不是刻意规定什么 然后去角逝 不是的 曾子问曰 大公之商 可以与于溃垫之士乎 因为曾子问孔子说 大公之商 大公是什么呢 就是商福之一 商福有这个五等 对不对 叫做五福嘛 那展吹 再来支吹 再来就是大公 所以大公算是中等 算是稍大的一种商礼 商福 算是比较亲近的人 一般都是近亲才会用到大公 可以与于溃垫之士乎 那着大公商福的人 也就是说家族正有商事 并不是他的父母有商事 父母有商事就不是大公了 大公就是蛮亲的亲戚 但又不是父母 那么这个时候有效福 可不可以去参加别人的 这种溃垫之士 溃垫之士就是说 别人家刚好有商事 我们去帮他准备祭祀的东西 我们去帮别人商事 做些什么东西 叫做溃垫之士 垫就是祭垫 溃就是溃食 也就是祭祀 准备贡品 准备祭祀 这个缩链 宾士等等 可不可以这么做 各位那个曾子为什么会这么做 说人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为什么曾子会这么做 原因是这样 原因是身有商福的人 不得去帮助别人 做这种祭祀的事情 在下一段 各位就会看到这个文章 曾子就问孔子说 认识的人 互相认识的人 有商服 互相认识的人 他们家发生了商事 我们可以去帮忙 参与他们的祭典的事情吗 孔子说 事不济又合住于人 孔子说 就算是你穿的是 最生疏的那种商服 事是五等商服里面 最细最细的 关系最疏的 你家里自己呢 有亲戚 有过世 即使是这几等亲里面 最疏的 你算是有商服的人 不济 就是不参加任何的祭祀 也不参加任何 别人有商事的这种祭典 连祭祀都不去了 又合住于人呢 人家是有商事 各位呢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带着商家的气息 去参加祭祀 是不礼貌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自家有商事 你自家你不打理好 你最后去管别人 好像是忙于交际一样 这个呢 也不好 但是这个并不阻止说 你的亲戚啊 你的左右邻居啊 发生了忽然 发生了什么变故 好像我们不能去帮忙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正当在祭祀的时候 我们家自己有商事 不要把这个凶煞的气 去带到别家去 这个古人都有这个概念在 所以就是事不计 那因为有这样呢 曾子就问孔子说 我如果有大公之商 我可不可以参加别人的这个溃店之事 刚好别人家有商事 我可以去帮忙 他要问让孔子答 来让后世的人知道怎么办 那其实答案呢 已经在刚刚那一句 事不计 事就是密字旁一个思念的诗啊 那个事就是麻府里面最细的 最细的 依然是不能参加祭祀的 答案其实很明白 好我们看孔子怎么答 孔子曰 起大公儿 自展催以下皆可 孔子说 哪里是大公 不能够参加人家的溃店祭祀 从展催以下都可以 各位展催是什么呢 展催就是父母过世才有展催 最初最初的麻府 就算你家父母过世 你都应该参与溃店之事 理也这是合理的 各位孔子之所以这么回答 岂不是又跟刚刚前面的事 不计又冲突了吗 其实不是的 孔子所答的是说 你家里有商服 即使你是穿展催的 你们家里里面的 自己的溃店之事 你们通通要参与才对 他说的是自家 曾子问的是 别家有没有商事 我要不要帮忙 那个是不用回答的各位 古人常常是这样 那个很明白的事 我不回答 我要告诉你一个 你可能会有怀疑的地方 我就告诉你这个重点 他就说 哪里是大公而已 你在自己家里面 有大公的商服 即使是有展催的商服 也是一样 家里的溃店之事 你都要帮忙 他说的是他家里的 自己的这个商事 曾子曰 不以轻浮而重相维护 你说你这个 即使展催 还可以去帮助 溃店之事 那你不是太轻看了 这个该扶伤的这件事情 而只顾着去 跟他人去交际 好像是他人的既是 他人的伤事 才是重的 好像自己的伤事 是不重的 这个曾子 没听懂孔子的话 因为刚刚孔子这个话 并没有说是自家人 还是别人 对不对 曾子问的是 可不可以去帮助别人 孔子问的是说 席子大公连展催 都应该要参与 即使溃店的事 但是孔子并没有 直接说出说 自家呢 还是别家 曾子就怀疑 我问的是说 要不要帮人 对不对 曾子就说 那岂不是太看清 自己的伤福 而却看重别人的伤事 去喜欢去帮别人 当这个兵相 却不喜欢当自己的伤福 应该要做的事 应该要哀气 各位 为什么以前的人说 自己有伤福 不去参加别人的事 重点是这样 自己也很哀气 所以有关溃店知事 都麻烦别人 比如说父母过世 我们还要这些儿女 还要记得这些礼仪 还要知道准备什么东西 各位 这未免太懒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刚失去 父母的哀痛 是什么都做不了 连饭都吃不下 连睡都睡不着 你还要叫他做什么事 所以古人 有这种体恤之心 家里有伤势 不参加任何的祭祀 比如说他的儿子 他有人可以帮忙 他什么都不做 旁边的人 都会替他服事好好 不替他们做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古人才有所谓 事不济这个事情 孔子曰 非此之谓也 我所说的是说 为你所服伤的这个人 做亏电这个事 而不是替别人 去做亏电的事情 我说的不是你所说的 我说的不是说 去为别人做服务 而是说 自己有伤势 你所服伤的这个人过世了 你当然 假设是人手不足 你当然应该 为他做亏电的事情 天子诸侯之伤 斩吹者殿 好 看这一段 古代天子跟诸侯 如果过世 那么谁为他服斩吹呢 那个斩吹就是他的儿子以外 他的所有身旁的大臣 全部都要服斩吹 各位 古代的天子过世 在古代的人臣的心目中 就是跟父亲过世是一样的 一样很重的 所以满朝文武 全部都服斩吹 那这个服斩吹重服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参与 溃电的事情 各位你要知道 天子诸侯的伤 服斩吹的人 不是只有他的儿子 不是只有他的太子 而是满朝文武的人 也就是说 天子诸侯为他服斩吹的人 是很多的 所有这些服斩吹的人 才有资格帮他做 溃电之事 就是所有的祭祀的事情 准备商礼的事情 都是由服斩吹的人 这么近的人 才有资格来帮他做的 大夫知吹者电 那做大夫的人 他过世了 他不能够说 也是服斩吹的人 来替他做 实际上大夫这么大的官 服知吹的人 就是在吃一等的人 来帮他做溃电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避天子 因为天子是服斩吹的人 才为他做溃电之事 溃就是 这个 献一些生品 祭祀的物品 电就是祭祀 主持这个典礼 程序 这些事情 天子是由斩吹的人服务 而大夫为了避天子 大夫呢 就避开 不要用斩吹的 这一层级的人 而是用支吹这一层级的人 那你要知道 一个大夫下面有很多属成 有很多加成 服支吹的人的人数是很多的 绝对是够的 所以呢 大夫就避开天子跟诸侯 就用支吹的人 那么氏怎么办呢 氏则朋友店 朋友是什么呢 氏就是这个地方官员 就是公务人员 小的公务人员 里程的公务人员 这个氏呢 他的朋友了属 朋友就是了属啦 他的属下 他的同僚 都算是朋友 这个氏呢 不说他是斩吹 还是支吹 他就说 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是避开这个大夫 大夫是支吹嘛 那了属之类 反正都是朋友类啊 那氏的朋友呢 也很多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 这个一般来说 天子诸侯 到大夫到氏 他过世之后 为他服伤的人很多 有斩吹有支吹 那斩吹为天子诸侯服务 支吹为大夫服务 那氏的话呢 只要是朋友聊属之类 为氏服支吹的人 不能为他服务 他就是要避开大夫 服斩吹的人 不能为大夫服务 大夫要避开这个天子 即使避开了 但是为他们服务的人 还是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当官的 当官的呢 下面呢 就会有很多人 那我们这里在讲说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对答 这个对答是因为 在古礼里面呢 主人不清电 主人不清电 那主人不清电 什么叫主人 父亲过世 儿子就变主人 主人不清电的意思就是 主人不亲自主食 会电之事 准备商礼啦 等等一切的细节啦 祭祀啦 贡品啦 主人不清电 为什么主人不清电 那为什么主人不清电 因为古圣先前考虑到 父亲刚过世 地位的主人 必定是非常的哀戚 哀戚 所以他没有那个心思 去想怎么样直视 所以直视的人 必定都是主人之外的人 主人之外的人 那到底要有哪些人呢 因为有这句 主人不清电 这个事情 所以孔子怕误会成说 但在主人这一边的 是所有服斩吹的 都算主人这一边啊 对不对 他们都不清电的话 那可好了 为天子服斩吹的那一边 都是算主人那一边 所有的很亲近的陈属 都算主人这一边 有宾客来的时候 他们都站在主人这一边的 位置打理的 那这些人 如果误会这句 主人不清电这件事情的话 好那这些人都赖在那里 都没事干了 那反而有很疏远很疏远的人 来做亏电之事 为了救证这个毛病 所以孔子问的话是说 家里有商事 能不能为别人 去服务商事的事情 孔子没有回答这一题 孔子直接回答说 不论你是多么的亲密的人 你不论你佛的这个伤福 是多重的 你都应该参与亏电之事 那就像天子下面的人 服斩吹的 要参与亏电之事 就像大夫下面的福之吹的 要参与亏电之事 就像是 他的朋友了属 也要参与亏电之事 然后下面这句 不足者取于大功以下者 是 如果说他的朋友了属 来帮他做亏电之事 不够 为什么不够 因为只要一有祭典 服务的人就要很多 准备的东西就要很多 所以怕人手不够 人手不够怎么办呢 就取大功以下 各位大功以下就多了 因为一个人 他做大夫也好 他做事也好 他是一个长辈 他的家属 亲近的都是伏斩吹 伏支吹 那再远一点的大功以下 表兄啊 表弟啊 那个关系就比较远了 对不对 这个都要伏大功的 大功以下的那么多人 或者伺福的 伺麻的都可以来帮忙 那这样人就多了 不足则反之 再不足怎么办 回过头来找重伤福的人 就说大功以下不够 那就找大功的 大功如果不够 就往上找支吹的 支吹如果不够呢 我的亲戚就这么少啊 我的朋友就这么少 怎么办呢 就找支吹的人 各位支吹是谁 如果是一个平常的人 支吹就是他的儿子啊 意思是在说 一个人死了 然后我们为他服伤 主人不清电 是我们为他的体恤 但是问题是主人 如果下面也都没有什么朋友 也都没有什么亲戚帮忙 就剩下他的几个小孩 那他都是服斩吹的啊 他要不要亲自来服务 这个馈电知识呢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要 起子大功 连斩吹的人都需要 不过那是特殊情况 正常情况下 天子由下面 一大批服斩吹的人 为他服务馈电知识 大夫由下面 一大批服支吹的人 为他准备馈电知识 是的话有疗属 疗属不够呢 就找大功以下的 大功以下不够就找大功 大功还不够就找支吹 支吹不够就找斩吹 总而言之 每个人都应该要尽力 把这个上市 第四溃电知识 把它做好 没有例外的 今天就是怕 因为主人不轻电 这句话的误会啊 所以 孔子就借真子的问题 转个弯 回答了一个 大家可能会比较误会的事情 要不然的话呢 流露到后事会变怎么样呢 会变成 他的父亲过世 然后他家的人又很少 兄弟也很少 像我们现在不是 一个父母家们才一个儿子 都是独生子 都是孙女啊 如果他遵从古人这些句说 主人不轻电 那可好了 那父母过世 可没有人给他祭祀了 没有人给他准备丧礼了 这下可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 真子问的是 能不能为别人服务 能不能为别人服务 各位不必回答 自家有伤事 就不管别人的伤事了 为什么 因为自家的伤事恩重的在自家不在别家 哪有说舍下恩重的去照顾恩小的呢 有这个道理吗 没有这个道理 后面的本文也会提到这句 事不济 那么 借这个问题 把这个 大家的疑惑呢 把它解开 下一段 真子问曰 小宫可以与予祭乎 真子就问说 好 那扶小宫之伤的人 那个伤福就更轻了 那可不可以参与别人的祭祀呢 别人家里有这个伤事祭祀 刚刚说大宫 这个孔子说 起子大宫连斩崔都可以 那现在真子问说 那小宫 小宫是很淡的伤福啊 那我可不可以参加别人的祭祀呢 各位这个话其实也不用问了 就刚刚那句 事不祭 连穿四福 最细的麻糊 都不参与任何人的这个祭祀 反正古代的理就是 身有伤福 就不得参加别人的祭祭之事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那孔子借这个机会又要回答了 孔子说 何必小宫儿啊 哪里是要小宫 自展催以下与祭离也 各位 祭跟溃殿有什么不一样 上一题问的是溃殿 这边问的是祭 这哪里有不同 是有不同的 各位 出葬之后 已经葬完毕之后 那么回来就有一个神主 祭这个字是指对着神主来说的 变成神主之后 渐渐就是以祭祀来祭 我们祭神 我们是很崇敬祂 以祭祀来祭祀祂的 那殿 溃殿的殿 殿是什么呢 还未葬之前停滨 在兵宫里面 这个所有的早晚的溃食 这个呢 又叫做溃殿 大体上是这样分 有的时候呢 已经葬完毕了 那个祭殿 有的时候也会称为殿 那个是离这个伤势不远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祭祀的时候 古代祭祀 都有一个神主 假设是没有立神主 也没有一个人 古代祭祀就是会有一个小孩子 当做神主 我们叫做师啊 这个神主没有立的时候呢 就会像还停滨在家里的时候一样 停滨在家里的时候 祭祀是没有立神主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棺木就在那里 直接对着棺木拜的 不另外立一个牌 也不去找一个小孩 当做神主在那边被人家拜 没有的 所以正常的祭祀 如果不立神主的 偶尔也会用殿这个字 这个是这样子分的 各位一定要了解 所以上一句是讲说 他还停滨在家里 我们可不可以去参与别人 人家还没有出帐 我们去参与别人 会殿 现在问的是 可不可以参加祭祀 这个祭祀就是已经葬完毕之后呢 他们家有什么安神祭 有什么父祭 等等这些祭祀 我们可不可以参加 孔子都借机回答了 那个都不用回答 因为自己有上府 绝对不能够参加别人的祭祀 会器带给别人 这是不行的 两个会器加在一起是不行的 古人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家有会器 你家有会器 还两个会器加在一起 这怎么行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家有会器 你家没会器 你们是集的祭祀 我去参加 这个也是不行的 那所以自己有上府 不得参加别人的祭祀 这个道理很明白了 可是孔子 借这个机会来回答他一下说 何必小工耳 自斩崔以下 与祭祢也 从斩崔以下 就是从 即使你父母过 是你服斩崔嘛 以下的 反正是所有的人 都必须参加祭祢 那孔子所说的回答是什么 为自己所服的人 我为他服伤 他已经葬了 之后他任何祭祀 福斩崔的人 我都应该积极参与的 应该去变的 曾子曰 不以轻伤而重祭乎 那曾子说 那岂不是看清了这个伤事 伤福 而去重视这个祭祀 各位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一个伤福的人应该很哀气 你应该尽其你的默哀 你对他的思念哀伤 哭泣 而不应该去管这些事情 为什么他会这样问 就是那句话说 主人不倾殿 就是那一句话 为了解这句话 孔子就说 那不是轻视自己该服的伤事 而去重视祭典吗 不是主人不倾殿吗 不是这个意思吗 孔子曰 天子诸侯之商祭也 不斩吹者不与祭 孔子就回来说 说古代天子诸侯 如果过世的话 不是为他服斩吹的人 不能参加他的祭典 为什么 因为天子诸侯的人很多 下面的人很多 那些文武百官 全部是为他服斩吹的人 如果他的什么祭 什么祭大家都要参与的话 哇那可太多了 所以能够入他的宗庙 如果能够入他的祭祀的场所的人 很少就是服斩吹的人 所以这些斩吹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要亲认直视的 当然亲认直视的 不包含那个主人 因为这么多人不是缺人 不缺人的情况 主人不亲电 因为主人是很爱气的 实在是没有心思在管这么多了 各位你看过很多上市的现场 有一个人过世 他的老婆 他的儿子都是面容憔悴 举手投足都没力了 还有时间在管这些事情 都是有旁边的人管 旁边的那些人是谁 都是最亲近的人在管的 最亲近的人服什么服呢 就是服斩吹 大夫知吹则语计 大夫过世 所有为他服伤的人 参与祭祀的人 是什么呢 都是穿知吹的人 因为他必诸侯跟天子 这个是正军 大夫不是正军 大夫虽然是一个 现份里面的军 但他不是正军 士记不足 则取于兄弟大公以下 士的话呢 是大公这一层来语计的 这个不写可知 不言可知 各位天子诸侯 展吹的人语计 对不对 大夫呢 知吹的人语计 士这个层级的人 不说可知的 就是大公这一层的人语计 如果大公的人不够呢 则取于兄弟大公以下者 那就从同僚里面去找 以及从大公以下的人去找 来参加这个祭祀 各位参加不是去那边拿着香拜拜 这边所谓的语计 是准备所有祭祀一切的事情 参与祭祀的一切的事情 跟准备 这个意思 然后你会问说 那如果还不够呢 不够就是如上一题所说的 再回过头找啊 大公不够找什么 找支吹 支吹不够找什么 找展吹啊 再不够自己干 即使你是独生子 你也得自己干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为了解决哪一句话呢 解决主人不轻便 这句话可能引起的一些误会 所以曾子借这个时机呢 就问了这个问题 他呢 借机会问别人 同时呢 借机会呢 打自己人 反正别人的事情 那个是很明白的 那个根本就不足问 也不足说 那既然不足问 不足说 为什么曾子要问 就是因为 连自家人可能都会因为 主人不轻便这个事情 反正是我不展锥 我什么都不干 连自家人的也可以不干 曾子故意问远 同时故意答尽 这样的一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订阅